民进党立委高嘉瑜挑战连任失利 他今天呢也特别在服务处发送限量春联 还感谢选民也附上自己的亲笔签名 而下一步规划要在哪里呢 高嘉瑜说现在谈选举还太早了 自己要先好好重新做人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花开花落 我一样会珍惜 选前封麦好一段时间的高嘉瑜 再度开金桑 献唱感恩的心要送给支持者们 感谢大家这个来跟我们加油 谢谢大家 在自家服务处发送春联 高嘉瑜自嘲这可能是绝版品 因为拼连任失利 即将失业的他 下一步是否再重新从议员开始拼 又或是狭高人气 直接在2026年大选 挑战台北市长大卫 对我个人而言当然 如果能够为民进党 为台湾能够努力 我都是愿意任何角色 我想我们都是愿意来去努力的 当然也要重新做人 所以这个整个未来的事情 现在也很难去说得这么确切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当然都会一直在念湖南港 不急着找下一个战场在哪里 而一向爱唱歌的高嘉瑜 对于开演唱会这件事 倒是很有兴趣 开演唱会可能 也是要有听众愿意来听 那当然我们也会想一想说 这个有没有办法进军 小巨蛋或大巨蛋或是北流 如果可以的话 毕竟我的听众非常多 宣誓将继续深耕港湖 虽然在选战中出场败仗 但高嘉瑜还年轻 也充满能量 未来的路指日可待 接下来就黄伟才特别报道 谢谢